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五年前是由在地林锡田夫妇 欧财荣 吕建德 陈以天 以及文珠社区等热心人士所发起 陆续社区商圈 当地国中小 以及饭店业者都加入越来越热闹 希望唤起大家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认同和热爱 我们办这个活动 让它能够引起我们在地的后世 研究文史的能重视这一块文化 包括它有四千年的历史成绩在我们古堡里边 然后河南时代我们安平已经是对外的一个港口 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我们最大的航点到日本 然后西边到大陆 南边到印尼甚至于到欧洲 所以在安平这一块虽然小小的地方 但是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它的历史地位应该说是相当的高 我们庆祝这个活动 也希望放弃大家对台湾本土意识的重视 三百九十九年前 我们的河南东印度公司来到我们台湾 人在这个地方要来建一个军事药堡 所以他有在这里做一个电机的工程 所以刚刚好是在我们1623 1623的10月25 所以他每一年我们在安平这一名朋友都会来发动一下这个纪念的活动 也庆祝我们安平有这个星期要升在国际舞台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代表市场黄伟泽来到我们安平古堡这里 那也跟我们安平国中十门国小很多小朋友一起来帮忙我们这个安平古堡来庆生 那虽然他跟我们的四百年刚好有一年的差距 不过实际上他们明年在这个电机四百年的部分也会做更盛大的这个活动 那来呼应我们2024台南四百年相关的活动也会陆续推出来 今年当大家热闹为安平古堡庆生同时 日前文化部决定将古堡内的两处国定古迹合并 更名为热兰遮堡所引发争议 后来才理解安平古堡本来就不是古迹名称 就是俗称 站在地方的立场 安平就是他们的故乡 家就在王城 用欢喜心每一年来庆生 我想说这么多回来可以来这家吃饭 可以看大家 都不愉快 我从395年开始参加这个游艺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安平在地人自己自发的 家在王城 王城是大家的荣耀 所以每年一定千千万万都要放下所有事情来这里祝安平生日快乐 因为安平是大家永远的家永远的荣耀 我觉得历史的叙述有各种的方式 可是热兰遮堡的事件呢 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之中 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定名 可是名字的本身我觉得历史作者可以去讨论 但是家的意义是在地人给他定义 所以对我们来讲那才是最重要而且最充满爱的 2023年就是建成400年 地方期待为古堡的庆生更盛大圆满 记者顾文集林荫庚台南报道 由中央宽平港都庆联主办的校园剧巡演 近日来到寿山国校 剧中描述男同学大兴为求表演效果 悟性毒品咖啡能增强体能 家道学生拒绝毒品入侵校园 对于夸大不实的假消息也要加以查证 男同学大兴好不容易考进舞蹈学校 为求有更好的舞技喝了学姐推荐的咖啡 希望能够增强体能 结果却出现精神恍惚的现象 不要 不要拖了 不要快 不要快啊 老师才发现大兴是喝了伪装成咖啡包的毒品咖啡 希望让看一句的学生知道 现在新兴毒品会伪装成咖啡包 茶包 糖果等 要小心不要别人给的就拿来吃 不要乱收人家给的糖果饼干 因为我之前也有亲身经验 就先查资料 然后确定他有没有毒 不然就是有国家认证 另外剧中也提到 对于别人提供或者网路传来的夸大讯息 也不要随便相信 可以加以查证或者询问治长 如果看到这种讯息 我是会先查资料 然后问爸妈问司长 然后确认 查资料上网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国家认证的东西 中家宽平港都庆联结合在地剧团 推出校园剧巡演 宣导反读和杜绝假消息 以前显易懂的戏剧形式 让学生们印象深刻 校长也表示感谢 并且会持续加强反读和媒体试读 相关的教育宣导 中家宽平港都庆联 将长期关注儿童教育 在疫情趋缓之后 恢复校园剧实体巡演的方式 将正确的观念传达给学童 善尽地方企业社会责任 青春不如靠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导 台南社区大学与中西区公署合作 开发街区实境游戏 内容以台南四连镜为主题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到场体验 在玩游戏过程中 认识台南在地文化 经过半年的设计 以台南四连镜为主题 并结合在地音乐 将庙宇的装饰工艺 化为解谜的关卡 并让参与的民众 自己扮演游戏主角 拿着手机和地图 漫游四连镜的街区 解开圣寿之谜 也找寻一望之歌 我们实境游戏里面有一个主要在跑的故事 然后配合什么东西 配合里面去解谜的这个关卡 这些关卡其实他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就是要带我们慢慢去看见说 有时候我们不会注意到我们路边有了东西 在廟人拜拜的时候 我们没去注意到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你在里面我们就是拜拜而已 拜后我们就出来了 可是有些东西在里面 很值得注意 而且其实不只是大人会有兴趣 小孩也会有兴趣 实境游戏跟我们以前的正年导覽不一样 正年导覽就要有人带 去跟他们甚至了解我们的东西区的一些古迹 这种游戏就是说 我们把手机和地图 可以来选我们的行动 不需要时间地点 也不用关注 随时可以去走 走的园可以去一边走 一边用游戏闯光的方式 可以深入了解我们台南富城 很有行动的认真味 也是传统公益的艺术之媒 透过跟社区大学的合作 设计出这里可以让小朋友能够正大光明 拿着手机游玩的游戏 而且全程不用工作人员代理 只要跟着游戏剧情实地走访庙宇巷弄 就能够认识在地文化 趣味的内容获得民众推荐 介绍台南的古迹开始 从对月门开始 然后它有一些解谜 就让你来到这边 吉福宫这边 然后再从吉福宫里面去找一些 神像相对应的 然后再进行解谜 所以现在就是在吉福宫里面找神像 它有一些古迹 就很好玩 很特别 这款连结在地元素创新的实境游戏 民众随时都可以游玩 中西区公所表示 若是民众反应良好 未来也将推出更多连进文化的单元 让历史文化不只在课本中读得到 也能够实地走访 透过游戏来深入了解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高雄国际食品展的重头戏港都料理王竞赛 参赛者必须以白肉搭配白酒 并选用在地食材做出创意料理 希望透过竞赛带动高雄的美食观光 高雄料理王竞赛 今年在高雄国际食品展中重磅回归 今年的主题是红白风味上 参赛者得以白肉搭配白酒 并且选用在地食材 做出一道道创意料理 吸引评审的目光 一列我们很多 我们有四目银 有龙胆 有龙虎斑 我们把这一些的集结起来之后 然后做成一道道的创意料理 也顺便来推广高雄的整个食材 物美的一个推广 四个白肉常有的 就鸡鸭鵝跟鱼嘛 四种 其中它调配了一个 调酒之后 喝下去居然每个都很适合 所以我觉得是当我最压抑的 在有限的时间里 参赛者得不慌不忙的 按照预想的顺序 完成主食配菜 汤品饮品或甜点等 整个料理过程 评审都在一旁仔细观看 记下评分重点 因为像有些东西 它应该是把平常在做的 试做的 把一些不需要的 先把它省掉 怎么去把它 卫生安全是顾低是最好的 再来做食材 做一个海鲜 就是以中卷 包小黄瓜吃 做个调配 也非常美味 最后成品陆续完成 呈现在评审台上 透过精致摆排和成设 让创意料理更加美味可口 不过色香味是否面面俱到 还得通过评审的味蕾考验才算输 虽然说菜一定要色香味 色香味俱全 那相对的 你如果口味方面 如果没有到一定的强度的话 那相对的也会影响到 整盘菜的那个价值 发掘食材的口口跟美味 然后来搭配其他的饮品 来让它来提升整体的餐饮观光 这是我们最重要 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恭喜校园组的八军 可以获得一万元的奖金 各组获得优胜的参赛者 上台接受颁奖 不管是校园组还是专业组 每组的料理都让评审惊艳 显现高雄的餐饮水准年年提升 在今年高雄国际食品展中 成为一大亮点 记者萧怡轩 赖昌邦 高雄报道 左营运动中心有一间 位在二楼的空中瑜伽教室 户外有一大片树林 学员在挂布上坐瑜伽时 感觉就像在树林里 随着挂布摆档 画面非常美丽 空中瑜伽教室里 教练先带领学员做暖身运动 藉由挂布让四肢伸展得更加到位 在空瑜的部分呢 在拉筋会比在地板上还要更深层 因为有挂布去辅助它 但是在过程中啊 就是非常的艰辛 就是技巧上面 会有一些小小的要求 在身体素质上 所以在做的时候啊 会比较难掌握到那个手感 对 但是老师指导的非常好 就是他们会把每一个细节描绘得蛮详细的 接着进入高难度的挂布缠绕动作 得用手抓脚踩 再用点核心肌群 让身体挺直和挂布融为一体 力道要用得刚刚好才不会晃动 再来就是翻转的动作 呈现优美的飞天姿势 致使身体用力 脸部表情还要放松 真的有点难 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很轻松 很美的姿势 其实是要非常的用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包含你从表情控制到手指头 包含整个躯体的协调性 你都要去掌握得很好 要运用到很多你核心的力量 还有腿部的力量 那还有一些平衡 那你的核心越好呢 你在空中就比较不容易的晃动 不过这样的姿势 搭配户外树林的景色真的很美 阳光洒在树梢 树影随风摇动 透过落地玻璃窗和镜子的反射 感觉就像被树海包围 在树林里做空中瑜伽 非常贴近大自然 在视觉上当然就是会觉得很丰富 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 然后也享受这些绿色的植物 这样去洗礼 对啊 所以在过程中 其实就是非常的享受 就是光线很明亮 然后就是上课起来的时候 会更舒服 然后我觉得配合这样的景色 其实有时候就是完成老师 要求一些动作的时候 其实会更有成就感 因为那出来的画面是美的 在这边上课 它不仅环境优美 那学员它往外看出去 就是我们外面生态公园的一个场景 那所以学员在这边都会感觉到 不仅运动之外 它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视野 空中瑜伽和地板瑜伽不同 得用两倍的力量 让全身的肌肉和筋骨 都能够伸展运动到 而在接近大自然的环境中 做空中瑜伽更是另外一种体验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 在高雄沿城第一公有市场内 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性 她把阿嬷卖的传统操花粿 昂菇粿进行改良 口味变得更健康 也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 原本是祁山阿嬷做的粿 在孙女传承三十年做粿好手艺后 先在市集贩售 后来又进到最近改装完成的 盐城第一公有市场 让好味道继续飘香 柜这个东西在大概四五十年前 阿嬷就已经有在买了 那它是在祁山的内门那边 就是一棵龙树下 那我们就在今年的二月就 在过年的时候尝试就是 把柜从祁山内门带出来 然后带到就是市集这样子的样子 然后来给大家可以吃得到 这种传统的点心 以前盐城市场其实就已经很古色古香 那也会更期待说 它翻新之后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就在这次的招商的活动里面 就是赶快报名 然后就是有进到市场里面 来贩售我们的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有结合传统 然后可能就像就是 很多就是一些新创的一些创意啦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也让 大家就是更认识一下传统市场 因为像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不太知道 就是这样的文化 可是其实就有这样的传递 我觉得蛮好的 传统的操花柜在年轻人改良下 不仅将外皮的古色味消除 并包入白玉萝卜做成的萝卜干之外 也用独特的外形 传达首作传统米食的温度 另外像是昂谷柜 也利用水果天然原色取代色素 就是要让大家吃得更安心 我们的操花柜跟外面比较不一样 其实从外形就可以先看到了 那我们就是透过 就是整个包裹完之后 再透过掌印的方式 去压出这个柜的形状 那有这个掌印 其实我们也想要去传达说 我们的东西都是 从零到零都是由我们手工 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出来的 那另外我们比较特殊的是说 外面的操花柜 其实里面加的是艾草 那艾草它其实会有一点偏苦 那后来我们经过改良之后 是加了阿嬷种的地瓜叶跟蜀蛆草 那这样两者结合之后 其实提示起来会有点甘甜甘甜的 跟外面其实就是会做出很大的区别 以前吃的昂谷柜都是加 像帆红花这样的食用色素 那我不能保证说 这个东西对身体真的没有害 但我们后来也是经过改良 我们去把它改成红楼果 那其实可以从外皮看到 红楼果上面都会有纸 那加进那个昂谷柜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外皮是带有黑色斑点的 那那个颗粒的话就是 红楼果它本身的那个籽 对那像内馅的话 我们就是把花生跟芝麻混在一起吃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很爱吃 那觉得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吃到的话 其实混在一起是非常好的 食材当然还是很传统 我觉得可能就跟之前有所差 因为可能之前吃比较传统的店的柜 他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袋子 就是这样包起来 可是他们就是有种纸袋 就是比较不一样 在有人情味的市场 卖着传承阿嬷手艺的柜 当年轻人细心把内馅包入充满年性的外皮中 透过高温蒸煮后 成为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一 其实也将台湾人的韧性表露无遗 像超柜啊 红菇柜 不管是甜糕 或者是像我们家有在卖米场 它其实一直都是以糯米为轴心 那像糯米这种具有年性的食物 其实很代表我们台湾人就是脚踏实地的那个任性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糯米这样子的食材是非常适合传递给大家 而且很容易传递温度的 对那其实我们就想要透过这样子的素材啊 糯米也好 跟我们想要传达阿嬷的好吃的食物给大家 那其实就是想要去传达说像市场这么有温度的场域里面给大家 就是这么有温度的食物其实是非常适合分享给大家 记者萧怡轩 蔡宜文 高雄报导 在传统市场内可以买到什么餐点呢 除了熟悉的卤味 熟食外 改造过后的盐城滴公有市场 也可以吃到具有特色的街头小吃 墨西哥卷饼 下午的盐城滴公有市场 一位留着有型胡子的年轻老板 正在熟练地切着蔬果 备料 为的是调制包在卷饼内的沙沙酱与肉品的烟酱 让人不禁好奇 他怎么会想在市场内卖起国外常见的街头小吃 墨西哥卷饼呢 这里的感觉就是很街头 然后也是可以很放松的 然后加上这附近也很多店家 很适合让人家在那边散步 然后就是过来吃个东西 然后再散步逛逛这样子 为了符合现代人追求健康的需求 老板的墨西哥卷饼包入大量当日现切蔬菜 主打清爽口味 我的特色是主打比较清爽一点 也是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现在人的饮食会比较复杂 然后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 毕竟是传统市场也没有冷气 那你做一个东西必须要让人家 就是容易入口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的青菜蔬菜那些都是当天现切的 然后都是用新鲜水果去做的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比较少油脂类的东西 让人家吃起来会比较清爽比较舒服 他们家的卷饼是比较清爽 然后加上我是读运动科系的 所以我对食物的选择会有挑剔 或者是说会选 对他们家的墨西哥卷饼也蛮健康 然后在运动人来说热量也算也比较低的 墨西哥卷饼的馅料可以选择鸡肉 猪肉豆腐汉堡排与牛肋条三种不同口味的肉品 搭配老板调制的沙沙酱 让男女老少都可以在这边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因为经过的时候觉得老板很帅啊 然后店也装潢得很好 所以就经过然后觉得高雄很少这个墨西哥卷饼店 对所以就想吃吃看 然后吃起来的话就是很清爽这样子 它的玉米饼跟沙沙酱吃起来就是比较能够解腻 对然后夏天吃也不会太负担 这个卷饼好吃了 仔细看 大口的吃 来杯可乐或者是啤酒一杯 心旷神怡 三个口味我都吃过啦 那牛肉的话我觉得它 第一个就是它的肉跟一般的那种绞肉不一样 它就是用牛肉条下去腌的 所以我觉得牛肉真的是蛮推的 就是而且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觉得都是吃得饱 而且老板就是人很好很好聊这样子 然后他也会因为就是我们的反应 然后他会去做口味上的调整 改造整修后的盐城第一公有市场 不仅是许多在地人的共同回忆 也让新加入的年轻人在这里一元创业梦想 我从小就是在这边成长的 到现在已经七十岁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感情的 有温暖的 对不对 有美丽的 其实就是最早的原始就是如此 只是后面来补啊补啊修啊 把这个原始的味道都盖掉了 现在全部拆干净了 又恢复原来的空旷 很舒服 你觉得呢 真的很不错 这里的族群从年轻到老都有 就是可能从国小生都会吃捲饼啊 这样子 然后到附近居民可能阿姨啊 阿嬷那种都有跟我买过 我觉得还蛮特殊的 因为白天就是市场继续营运 但是下午就是注入一个心血的感觉 就是整个活络起来 对 那人群就是早上跟晚上的人来的客群 可能不一样 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活起来 不会像以前就是比较暗 晚上暗暗的时候 就是可能蟑螂老鼠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居民可能也对这个地方 会有点却步之类的 那现在这样子 整个就是有活力起来的 在传统市场品尝国外街头小吃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 也让老旧市场有了崭新风貌 记者萧宜萱 蔡宜文 高雄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徐满真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